上集说道 无知泼妇恶意免罪我价值27万的自行车 结果直接被刑拘 泼妇一家为了逼迫我写谅解书 每天在楼上制造噪音骚扰我 数数多次劝阻无果后 忍无可忍的我决定以牙还牙 于是我直接买了个地雷瓦音响 先用强力胶把音响固定在屋顶 然后用盆给扣起来 最后掏出手机连上蓝牙 进行音量调节 为了避免误伤邻居 我还特意楼上楼下的去拜访了一下 邻居一听我要对付泼妇一家 纷纷对我表示支持 他们都苦周历历一家酒仪 只是敢怒不敢言 弄完一切开启音响后 我便离开家住进了酒店 楼上的王立芬 昨晚为了骚扰我折腾了一夜 现在实在是困得不行 想着趁孙子去了学校 上门女婿也上班去了 她正好美美的补个教 小畜生 你给我等着 等老娘睡饱了 晚上再继续通宵整你 非整得你跪地求饶不可 谁知老太婆刚一睡下 突然从地板上传来了各种狼哭鬼嚎 是谁 就连地板都被各种低音给震得嗡嗡作响 无论是房间客厅全部一样 老太婆瞬间崩溃了 她是真的困得要死 但这种情况哪还能睡得着 这个小畜生 她居然敢跟我来这一套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吗 老娘跟你不死不休 但她还是小看了地雷瓦音响的威力 一天下来 王立芬一家已经被搞得心力焦脆 周青彤这小屁孩像是疯了似的 在客厅跑来跑去 我要睡觉 我要睡觉 冯浩南也是一脸倦意 妈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王立芬红着双眼 冲冯浩南嘶吼道 老娘绝不认输 姓冯的 你要是个男人 就下去揍那小畜生一顿 把他打扶 把他打得见到我们就害怕 就算直接打死也没关系 这老太婆就像疯了似的 但是冯浩南可没疯 妈 打人可是犯法的 要是连我也被抓进去了 那以后谁来给您老人家端茶倒数呀 你个废物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 我告诉你 莉莉要是真被判刑了 你就给我滚回你的山区老家去 到了后半夜 地板传上来的噪音停止了 王立芬一家不知不觉 竟然都在客厅睡了过去 突然传来一声凄惨的尖叫声 刚睡着没几分钟的 王立芬差点被吓尿了 原来地板传上来的声音 换成了恐怖音效 周青彤更是吓得哇哇大哭 奶奶 我害怕 我们家里有鬼 冯浩南也感觉实在是扛不住了 妈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不我们报警吧 王立芬听完眼神一亮 对对对 咱们也报警 让叔叔把那个小畜生抓走 于是冯浩南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叔叔就来了 这次来的叔叔还是之前那两个 看到王立芬后就皱起了眉头 大妈 你怎么又扰民了 你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还是一点都不明事理 老太婆一听 顿时炸了 是我报的警 是我报的警啊 你给我搞清楚 现在被骚扰的是我 冯浩南赶紧解释了一番 叔叔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们一起下楼来到我家门口 敲了半天门 发现我没在家 叔叔对此也很无奈 一旁的王立芬却怒吼道 幸逢的把门给我撬开 我要进去把那破音响给砸了 叔叔一听立声道 不行 这可是私闯民宅 如果你敢这么做 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王立芬彻底崩溃了 那我们一家怎么办 总不能让我们一家人 也放着好好的家不能回吧 大妈 处理这种纠纷 我们也只能进行劝阻 你们家骚扰苦先生 他报警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做的 现在你们报警 我们也还是只能这么做 我建议你还是亲自去跟苦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还有 据我所知 你女儿周莉莉的案子也快要开庭审理了 如果到时候没有得到苦先生的谅解 那你女儿可就要坐牢了 王立芬瞬间愣住了 他差点把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情给忘了 活了大半辈子 他从来没觉得这么挫败过 以前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管什么问题 什么对手都能解决 可没想到 原本无往不利的招数 这次却踢到了铁板上 王立芬很不甘心 但此时在自己不堪其扰 而女儿就要锒铛入狱的情况下 这老太婆不得不服 现实已经容不得她不甘心了 最终她还是颤颤巍巍的拨通了我的电话 苦先生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只要你能停手 能原谅丽丽 我们愿意赔偿你所有的损失 接到王立芬的电话让我有些意外 虽然早就料到了这老太婆 不可能扛得住 早晚得认输 但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 虽然王立芬表现得有些可怜 而我却不为所动 这次要不是我把她给收拾狠了 这家人还指不定得多嚣张 这样吧 现在太晚 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回到家的王立芬捧着手机欲哭无泪 他也很清楚 不把赔偿给了 谭亮姐都是扯淡 姓冯的 你去银行取三十万来 明天还给那个小畜生 冯浩南很尴尬 她是个上门女婿 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还要上缴 一点私房钱都没有 别说是三十万 三百块她都拿不出来 妈 钱一直都是你和莉莉管着 我没钱 王立芬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 但还是忍不住怒骂道 没用的东西 我原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穷光蛋 明天早上我给你存折 到时候你去去 冯浩南听完眼神一亮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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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